《军事无禁区》 最近台海的议题再度受容关注 起因于3月9日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 出席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时说 中国正在加速实现 到2050年取代美国 和美国在国际秩序领导地位的野心 他担心这个时间会提前到来 而台湾首当其冲 共军犯台威胁可能在未来六年出现 虽然戴维森即将卸任 以他的身份和他的工作性质 说出这样的话非常罕见 显示美国对中共可能侵犯台湾的关注 上升到新的历史高度 他没有说明判断的依据何来 但这个时间点和习近平宣称 2027年实现建军百年的奋斗目标一致 也许戴维森所要表达的是一种政治判断 认为习近平可能暗示共军 2027年以武统台湾来作为建军百年的县礼 3月23日戴维森的继任人选 现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阿奎利诺 出席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 有关他的人事提名听证会时 又被多次问到相同的问题 他赞同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马斯特 稍早所说的 目前台湾可能是导致大规模战争中 最重要的引爆点 阿奎利诺并没有指明 中国核实武力犯台的具体时间 他说各界对犯台的时间有很多推测 从今天到2045年都有 就他来看 这个问题比大部分人所想的 还要更接近我们 因此美国必须做出反应 加强前沿部署 尽快使太平洋威慑倡议等威慑能力 准备到位 他还回答参议员柯顿的提问 考虑到天后与海象因素 仲春之时 也就是杨历三月 是共军犯台的较佳时机 随着冷战结束 台湾作为第一岛链中心位置的 地缘战略价值 逐渐被人淡忘 如今在中国挑战 印太秩序的压力下 台湾的地缘价值 再次登上历史舞台 阿奎利诺 高度认同台湾的战略地位 对全球三分之二的贸易 产生潜在影响 如果美国无视于中国武力犯台 不仅危及美国盟友和伙伴的安全 也损害美国对亚洲盟友的信誉 假设 从1995年7月到1996年3月爆发台海导弹危机 又称第三次台海危机 起因于1995年6月 台湾李登辉总统受邀访美 打破美国长达17年 不让台湾元首踏上美国本土的禁令 北京认为台湾要搞台独 美国背后撑腰 因此对台湾实施七波演习 包括两次对台湾本岛南北两端 发射东风15弹道导弹 意图以火力封锁台湾 刚开始 台湾国防部并不清楚中共的真实意图 一度研判 共军可能对台岛发动强攻 后来发现 共军战略预备队没有集结迹象 而排除犯台的可能 但不排除封锁台湾或攻占外岛 迫使台湾屈服 随着共军演习的逐次展开 台湾国防部确信 共军应该是趁这次反台独的机会 以七波演习 验收最近三年军事训练改革成果 而不是犯台 事后证明果然如此 讲到这 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稍后继续为您说明 军事无禁区 好的 我们回到栏目现场 在台海第三次危机期间 台湾国防部发现 共军七波演习和以往不同 从数量优势转向值的提升 具有明显的针对性 演习按照攻台的作战程序 从导弹攻击到海空掀起作战 夺取自空、自海、自电磁拳 再到三军联合登陆作战等三个阶段展开 以密集而迫近的演训 验证对台作战模式 并且修订相关的作战计划 同时向外展示 共军具备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 共军何以有如此大的转变呢 主要是受到1991年 美军在海湾战争中大获全胜的刺激 而倒逼自己非改革不可 1993年1月 共军制定新的军事战略方针 把战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 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而不是应对以往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并且改变战法和训法 强调登陆、三地、城市和空降作战 以及三军协同与联合作战 作战想定从应对强敌入侵 向境外作战延伸 台湾首当其冲 根据新的军事战略方针 共军启动1993年到1997年的五年训练改革 其间先后颁发首部统一全军的 新一代军事训练大纲 和共军历史上首次统一施行的 军事训练等级平定战型规定 使得军队的训练走上规范化和标准化 在这个基础上 1999年共军颁布第四代作战条令 由此看出 在江泽民时代已经进行令人深刻的军事改革 1995年11月 全军开始施行的新一代军事训练大纲 正好落在第三次台海危机期间 目的就是验证和评比过去三年部队的训练成果 作为制定第四代作战条令的依据 与此同时 尹锡也在威慑台湾 试探美国 阵仗很大 摆出攻台的架势 却在自我验证的范围 今后六年 共军若在台海及其周边实施大型军事行动 不论是从背景和意图来看 都和第三次台海危机类似 因为共军又进入一个新时代的演训周期 2015年11月 习近平宣布全面实施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 当时美军虽然深陷反恐战争的尼闹 但是仍然着力实施第三次抵消战略 推进智能化、无人化技术和体制创新 和俄罗斯争夺战略主动权 反观中国军事发展 却在贪腐的结构中 几乎毁掉部队战力 因此习近平的军感 首先要恢复正轨 解放和发展战斗力 逐步建设一支 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 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军队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提供战略支撑 改革的时间跨度长达三十五年 讲到这儿 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稍后继续为您说明 军事无禁区 好的 我们回到栏目现场 习近平的军改和以往历次改革不同 是全面而结构性的财并重组 他以军委管总战区主战 军种组建为原则 就是裁册四种部体制 职能并入中央军委 彻底执行军委主席负责制 由习近平大权独揽 称为军委管总 原有的七大军区 改为五大战区 由战区专门负责联合训练 与作战指挥 称为战区主战 各军种则负责部队建设管理 不再过问作战指挥 称为军种组建 最终军令和军政系统全责分明 这是史无前例的军改 共军宣称 2019年底 领导指挥体制 部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 基本完成 预计2022年之前 建构一个较为完备的 军事政策制度体系 使得整个军改 基本达到阶段性目标 试问 军改从2015年启动至今 刚满五年多 它的成效 难道不需要经过多次的演习验证吗 就像1990年代 五年训练改革 不经过多次演习验证 怎么会知道部队的训练成果呢 因此 未来六年内 是共军实施军改基本到位后 进入全面验证的阶段 而不是贸然动用武力的阶段 而且今天的五年改革 与过去的五年改革 在本质和难度上都截然不同 需要验证的时间更长 需要磨合的力度更大 2020年11月7日 共军开始施行联合作战纲要事行 是习近平新时代作战条令体系的顶层法规 对联合作战指挥 作战行动 作战保障 国防动员 政治工作等重大原则 要求和基本程序 做出明确规范 作为今后共军组织实施 联合作战和联合训练的基本依据 是共军第五代作战条令 请注意 这是联合作战纲要事行版本 不是最终版本 而事行期间 至少需要几年的时间验证 去无存经 才能够作为最终版本的依据 在磨合的过程中 旧的体制已经打破 新的体制还在验证 此时共军的联合战力 不是提升 而是下降 处于脆弱阶段 也是最不能和强敌硬拼的阶段 按照联合作战纲要事行的要求 共军今后的军事训练 将朝四个方向转变 第一个是强调主动设计战争 第二个是以联合训练为重心 第三向机械化 信息化 智能化 融合发展转变 最后是从打赢当面对手 向制衡对手转变 这个对手就是美国 我不认为今后六年 共军做好应对 美国保持台海现状的准备 请注意 共军强调的是制衡对手 而不是打赢对手 制衡的内在含义 就是要与强敌美国保持战略平衡 不寻求正面冲突 而是以自己的打法运用军改后建立的战略威慑和联合作战体系来制衡美国 使美国知难而退 如果美国不退 中共将会以其他的战略优势 比如经济和外交 制衡美国 而不是用军事手段 军事手段只作为防御 自卫之用 确保持战略 确保东南京华地带不受波及 除非有一天 共军把制衡对手改成打赢对手 意味共军已经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而这个时间点设在本世纪中叶 我不是说 共军今后六年不想武统台湾 而是他仍然在军改的转型与磨合阶段 是没有把握动武 付出代价最大的阶段 有可能打断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进程 既之如此 又何必动武呢 听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军事无禁区栏目 我是栏目的主持人 其乐意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再会